凌若他总是个后患 我想去杀了他 容儿 你 我怎么了 难道我为你做的不对吗 在很多人眼里 黄蓉是金文小说中最理想的妻子人选 貌美如花 聪明绝顶 家学渊源之下 琴棋书画 听堂厨房 都是天下第一等的人物 但是拿一手绝顶的厨艺 就让信奉单身主义数十年的老涛红七公 后悔自己当年没娶妻 更别说 智谋堪名女中诸葛 是成就一番大业 不可多得的贤内助了 与黄蓉相比 龙女以烟清高难亲 照明直落心机过身 婉清温清 任性娇满 阿珠灵素 红颜薄命 难怪她能在金迷中 几万千宠爱于一身 金本人也对黄蓉极为偏爱 不仅将她和郭靖 树立为金氏武侠的情侣楷模 更在两部红篇剧之中 全面记录了她的少女时代 少妇时代 家世和子女 这种待遇 在金武侠世界绝无仅有 无怪乎 很多人认为 她是金武小说的第一女主角 然而 纵然人气高到 仿佛极万千宠爱于一身 钟灵玉秀道 仿佛极天地灵气于一身 但黄蓉做人 却绝非尽善尽美 在射雕和神雕中 黄蓉至少揍过三剑 称得上不善良的事 即便身为黄蓉的粉丝 读过来也难互短 一 割露人耳朵 身为东邪黄咬师之女 黄蓉身上也沾染了一些邪气 因华征之故 跟郭靖约谋难携 黄蓉心中不爽 便去人家的满月酒上捣乱 一进门 就踹翻一个客人 又打倒宋明庄客教头 拽着主人的胡子 把主人吓得跪地磕头求饶 进了宴厅 黄蓉把明晃晃的钢刀 往桌上一砍 逼众人陪她喝酒行李 大家都是 一点武功不会的普通人 哪敢围拥 一个个战战兢兢 诚惶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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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惶 直闹到晚上八点 黄蓉方才被郭靖劝走 回到客店之后 黄蓉依然心不厌足 又要出门 想把人家的孩子 偷过来晚几天 郭靖劝她 这是何苦 黄蓉却知道 我但求自己心中舒服平安 哪却管旁人私活 普通人家的一件喜事 只因黄小姐恋爱不顺 便成了一场惊吓 黄蓉此举实在有尸腔凌弱之嫌 而若说满月酒 这家只是虚惊一场 另一个路人 却因黄蓉看着不爽 受到了血光之载 郭皇二人 赴嘉兴烟雨楼之约时 陆遇一对富人夫妻 黄蓉看不惯 这富人夫妻生的肥胖 却一个骑着兽驴 一个让两个兽轿夫抬 便纵着自己的小红马 对着轿子一顿冲撞 胖男人被黄蓉摔下驴背 拿着鞭子猛抽 胖妇人大叫 女强人来路打劫了 却被黄蓉吃得一下 割下左耳 灯是满脸鲜血 杀猪似的大叫 两人下跪求饶后 黄蓉便逼着两个教夫 和一个侍女 挤在一个教里 让胖子夫妻抬叫 郭皇二人压在教后 行人数十战后 纵马迟出一程 回头望来 见胖夫妇人在抬叫 都是副手大笑 年幼无知时 读这段 或许会觉得黄蓉干得漂亮 再年长些 却对黄蓉次举不以为然 胖夫妻骑兽驴 让兽教夫抬 也不是什么滔天大罪 你看不过眼 要替天行道 打他俩一顿 然后逼他俩抬叫也罢了 为何要残害别人肢体 而逼侍女和教夫挤在一处 做胖夫妻抬的叫 于他三人来说 何尝不也是一场欺慌 二 策划杀傻姑灭口 胖夫妻涉嫌为父不仁 被黄蓉一顿整治 倒也罢了 完全无辜的弱势群体 若是碍了黄蓉的事 却也会被杀人灭口 郭蓉被杨康谋害 身受重伤 几乎生死 黄蓉慌不择路 逼着郭蓉逃到傻姑店里疗伤 傻姑虽然吃傻 但天性纯良 不仅帮黄蓉拔掉 郭蓉腰间的匕首 又主动到厨下 给二人煮粥吃 黄蓉却因怕 傻姑透露二人的藏身之处 便策划要杀傻姑灭口 且不说傻姑 跟他师兄曲凌峰的渊源颇深 当时拍一拍 肚皮粥那碗热粥 黄蓉也不敢动此恶念 若不是郭蓉用目光制止 黄蓉怕事后 郭蓉记恨他 用金庸的话说 再有十个傻姑 黄蓉也杀了 只因对方可能碍事 就要出手滥杀无辜 生出此念的黄蓉 和他最悄悉的杨康 除了一个被郭蓉管着 一个郭蓉管不着 又有什么分别 他们疗伤的七日之内 无论多少人来 都问些什么 傻姑都不曾透露他们的下落 想到自己曾想杀他灭口 黄蓉不知休也不休 三 不教杨过武功 黄蓉所作适中 我在感情上最不喜欢的 却还是杨过拜他们夫妻为师后 黄蓉用计谋 记住郭蓉 不让郭蓉教杨过武功 又瞒着郭蓉 自己只教杨过读书 却不教杨过武功 按照黄蓉的说法 他是怕杨过 如生父杨康那把心术不正 若是教他一身武艺 便是杨虎为患 可是我们想想 杨康所作的恶事 哪件是因为他武功高强 做出来的 身为武林中人 武艺不仅是 名阳天下的一品 更是保命求生的本领 若是杨过日后遇到敌人 难不成 你想让杨过念论语 念死对方 你不喜欢杨过 大可以自己不教 却不该暗戳戳 堵死杨过的路 这般上欺瞒丈夫 下亏待小辈 实在是物数难言 不怪人说 黄蓉的操作 的确像故事里的那种 刻薄厚目 黄蓉只教杨过 论语梦字 不教杨过武功 让他在跟大小武的 私闹中 被大小武揍 赵之静只教杨过 全阵心法 不教杨过武功 让他在比武中 被小道士揍 两人用心看似不同 效果却一曲同工 杨过拜小龙女为师时 均决不肯叫小龙女师父 因为从前的师父亏待他 尽教他些不管用的功夫 他怕做梦骂从前的师父 烧带到小龙女 而他心中怨 心中骂的 恐怕不止赵志静这个师父 闹人家的满月酒 割露人的耳朵 想杀无辜的傻姑灭口 成婚之后刻不扬过 溺爱女儿 黄荣从来都不是完美的圣人 从少女时期开始 他就隐隐约约 暴露了自己的狭隘 自私和以自我为中心 就像他想去偷人家的孩子 时候说的 我但求自己心中平安舒服 哪去管旁人厮活 他最缺的 便是郭静和小龙女 最动人的品质 那便是悲天敏人的人词和善良 后来受到郭静的影响 荣儿也在渐渐自我完善 金庸也从来没有回避过黄荣的缺点 只是他的光芒太过强烈 大家都自动忽略了他的缺点 若是捂住黄荣这颗宝珠散发的光芒 我们也突然明白 他为什么能生养出郭福这样脾气的女儿 可是陶安老人张大说的好呀 人二无瑕 不可与之交 美人微瑕 才惹人怜爱 因其真野 西施大脚 昭君靴奸 待遇冲眉 香蕴咬蛇 黄荣虽不是完人 却有真气 而这也是这个文学形象 这么深入人心的原因 感谢大家的观看关注和三十投币 我们下期见